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最近俄罗斯卫星有人说是爆炸 然后导致中国的空间站紧急加强保护措施 中国航天员是出舱 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俄罗斯的卫星解体是人为蓄意所致 初步的分析就是资源号的PE解体源于是一次低强度爆炸 这个爆炸可能是外部刺激引发或是内部结构故障导致的推进系统的失灵 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GPS卫星还有星链卫星在6月26号到27号期间遭遇了攻击或者出现大部分异常 这个是27号美国太空司令部6月27号 他说一颗已经退役的俄罗斯卫星在6月26号 低地球轨道上解体了 产生100多块碎片 就迫使国际空间站航天员躲避了一个小时 国际空间站的平台也说 美东时间6月26号晚上9点过后不久 美国航天局NASA指示空间站机组人员躲进各自的飞船躲避避险 一个小时后机组人员获准离开了 恢复了正常行动 船这颗卫星解体后 击中了6颗美国GPS卫星 而且打坏了什么马斯克领导的星链 说卫星解体是人为虚异的 现在没有证据 叫资源号P 美国太空司令部公布消息说 这颗高分辨率的观测卫星解体没有任何直接威胁 没有观察任何直接威胁 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它的观测系统分析局 也显示说这颗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所有发射在13年6月 最后一次信息更新是在2年的8月23号 已经是一个非活跃的卫星了 应该是退役了 这颗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报废状态 俄塔斯社说资源号P航天器轨道上运行 8年之后 21年12月底因为资源耗尽了 设备故障退出了资源号卫星矩阵 就是它星链 资源号航天器已经在21年12月底 已经是退役了 太空碎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既然已经是个失控卫星或者退役卫星 它是怎么形成碎片的 很多人说是俄国自故意的 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 是人为蓄意造成的 不是俄罗斯自己故意造成的 美国公告说没有观察到 有任何的威胁 但是俄罗斯航天局也没有回应 这事儿它没有制屏 也确实这是你的卫星 你现在看的 你没有保证它这个安全 这个是否是击中星链 现在星链它也没说 也没有说 星链卫星一共是载轨是6203颗 实际工作卫星有6131颗 这个卫星有的是被遗弃了 就有的卫星已被遗弃了 其实目前他们也应该是没有公布 他们现在卫星遭遇攻击 所以说有人说星链是遭到攻击 现在星链它也没有发现 它有的卫星是本身就被遗弃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导航中心的数据说 近一个月内 只有三起针对GPS导航异常报告 都在6月26号之前 就是说你当时打GPS卫星 你的GPS信号肯定有影响 但是现在看人家说没有 没有异常 全在26号之前 27号627号导航中心报告说 GPS卫星SVN76 当天在世界标准时间 18时37分至23时49分 无法使用 后来又恢复正常 这段距离NAS指挥空间站人员躲避 应该是过去了10个小时了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 是关于低烈度爆炸等等 可能就是它失灵 然后自己内爆了 自爆了 应该是不会说是俄罗斯故意的 俄罗斯已经是将以星链为代表商业卫星 视作战领目标了 作战目标了 所以俄罗斯很多人都已经说 正在准备进行还击 那就是对你的这个星链 技术设施进行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消息说 叫扎帕德集团军第一 扎帕德就是西部集团 西部集团第一 禁卫坦克集团军 侦察兵摧毁在乌一个星链卫星通行站 说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 叫尤索夫 他说俄罗斯军队正从第三国非法获取星链终端 然后增加其在前线使用 俄罗斯军队现在看和乌克兰军队都在使用星链 很多人现在发现 俄罗斯也不会说是现在就轻易的去打星链 因为他们也在使用 很多星链的攻击 现在看确实对俄罗斯对乌军都受影响 星链的技术其实对双方都有影响 主要看你怎么利用 而且据说马斯克也已经明确反对 他的星链被用于军日用途 不管怎么说 这个卫星解体对于中国有影响 我觉得我们现在增加一个保护层 我觉得是对的 紧急安装防御护盾 这是航天员组叶光复和李聪 在舱内航天员李广苏空间站接壁 地面人员配合下完成的 安装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 而且完成了舱外巡检 确实这个碎片出现了 对吧 咱能确定这点 它肯定爆了 然后有碎片 然后我们现在是紧急出舱 然后进行防护 这次没问题 但你就此就说俄罗斯是为了报复 然后故意制造 这个是没有证据的 根据中国航天专家的猜测 有一种可能是撞击 卫星不明远现在爆 有一种可能就是撞击 据说现在碎片已经增加180块了 从100多块增加180块 它不断相互撞 越撞越多 目前不清楚这个卫星碎片 会多到什么程度 但是可能第一就是外部遭到撞击以后 这个卫星爆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爆 就是叫卫星 钝化不彻底导致的突然爆炸 这个钝化操作是航天器在失效或者失控后 进行燃料以及压力罐中的气液压力释放 然后避免它遭受小型撞击 或者腐蝕 或者太空高温低温变化 然后导致炸裂 产生了爆炸 其实这个高温低温最后保证 最后让它这个容器炸裂 这是概率更高的 在地球轨道上会有这个小型卫星会发生粉碎性爆炸 这是大概理问题 所以现在看各国都在做防护 这也没问题 中国也不意外 但你说这个空间站确实非常大 这个是它这个防护难度就大增大了 空间站其实威胁的不需要那么大的碎片 其实一颗微小的颗粒就可以给空间站造成巨大损失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 这个不是俄罗斯故意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废弃的卫星 它自己的内爆 好 好 好